遠景前往男子躲藏的公寓搜索 因為房間實在太過黑暗 遠景第一時間 也沒有發現男子的蹤跡 同事就拿手機的照明燈光 就在陽台的角落 就發現到流險的生影 手電筒燈光下的男子 躲在陰暗角落 當時他只穿著一條內褲 更奇怪的是 口中還念念有詞 他自稱他會隱身皺 是因為我們同人的手機燈光照到他 然後他才破功 嫌犯是印尼人 自稱在印尼市領有執照的神職人員 落網時還說 要不是咒語被打斷 警察根本看不到他 你看不到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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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星馳電影里 他對著劉德華施展超能力 讓對方看不到他 而在現實生活中 真的有隱形咒語嗎 葬傳佛教理也提到隱身咒 不過迷俗學家表示 隱身咒只對看不進的力量才有用 那是隱身是給我們講的就是無形的做隱身 也就是讓他不容易察覺到我們的這種原神 或者是我們的人的病位 但是有形的肉眼是可以看得到的 嫌犯以大法師自居 連續犯下詐騙 強制性交和猥褻等罪被通緝 落網時一下說會隱身 一下又嗆遠景說要下降頭 滿口胡言亂語 令警方啼笑皆非 記者含金狂種與XXX小組台中報導